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礼拜一的蓝薰时间 那在一开始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一句歌手陈芳雨 作为演唱的Love Me More OK好那又到了我们一个礼拜一呢 是科技跟趋势与人文对话的单元 那今天的话呢要聊聊科技趋势 那也是一样我们的是目前的安排是每两个月一次 要请到的是数位杂志的总编辑王志仁 到我们的现场来聊聊呢数位杂志精彩的内容 还有呢目前看起来趋势科技最新的发展 哈喽这个王总编早安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OK好那因为呢我们这样子等于是跨两期嘛 对不对那所以呢我们现在是最新一期啦 否则第一前面这一期我们拿到的如果有兴趣的朋友 你们是做了很多呢这个引领台湾破浪的创业家们 对这个正好是我们25周年的一个纪念特刊 那我们就找了四组在台湾现在非常有代表性的新创团队的故事 OK然后在杂志上同时把它拍成四部尾电影 哦这样子在网路上播放 那我想应该是非常有这个有为者亦若事的感觉啊 好是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看一看这些呢 这个很精彩的故事那最新的这一期的话呢 是真的还热乎乎的 所以我们现场并没有拿到杂志 我们拿到的是一堆纸本跟这个这个电子版 你们的封面故事讲的是开电平台 对就是谈电商的开电平台这个事情 就协助品牌方直接在这个电商上面开自己的电 所以现在台湾出现了新一波的电商大战就是了 对那这个战争会非常热烈 因为预计到2030年之前会再多4000亿的市场规模出来 哇现在大家那么爱买吗 兵家必争之地就各种方式你其实都可以上网去买 变得非常的方便所以 就是说实体不买都到网路上买是这个意思 呃实体也买但网路上会买的更多 就是更就现在的这个所谓的电商渗透率占实体零售来讲 目前在今年大概在百分之十二 但预计到2030年会在百分之二十 所以大家其实还是继续买 但是会在网上买更多 所以讲半天啊有了电商到到现在为止 占所有的零售也才百分之十二 对哇那这样子还还多的呢 我觉得对他们来说 未来其实这个想象空间还是很大 对啊好所以我们待会呢会来跟大家聊聊 有关于呢这个数学时代的这个封面故事 这一开始的话呢我觉得现在总是啊 这个AI的话题还是不断 而且呢他真的是推陈出新的速度还是很快 很多呢新的话题我们会不断的update哦 所以我们呢目前的话我们还是先从这个AI的话题开始 那这边的话呢数学时代蛮有意思的 我们还整理出一些文章里面特别提到的是现在应运而生的 大家可能对于AI有很多一些名词开始出现了 有点有点懂又不是太懂有点陌生啊 又有点熟悉啊 比方说华人勋最常讲的主权AI到底什么叫主权AI 那包括现在的话呢大家都在谈AI是真的AI还是假的AI 那很多人的话呢就像过去那段时间在讲到呢 因为大家都在讲绿能都在讲这个绿色经济 所以所有东西都要漂绿 现在也出现了一个新的名字叫漂AI 所以呢类似AI的话题啊跟这些名词啊 这个应运而生非常多 所以我们也顺便帮大家脑补一下啦 我们先来讲一下主权AI好了 主权AI讲的是什么东西 主权AI讲的就是说那你自己这个国家 他因为都会使用自己的语言跟文字嘛 那你有没有用自己的文字的资料去做训练 产生这个将来你的国民要使用的时候可以对应的 因为现在全世界的这个我们在谈生的事情 虽然说过去这一年半很热 但他大概百分将近百分之九十的资料是用英语去训练的 所以比如说我们同样去使用我用繁体中文去问 他也会给我一个回答 但是呢这个回答跟我用英语去问的这个答案会有一点偏差 通常你用英语去问他证据率比较高 因为他收到的英文的资料可能量来的比较大 收到中文的资料来的比较少 而且你说的中文里面可能简体中文会比繁体中文更多 所以你的答案里面经常会减凡是夹杂或病程的 甚至可能简体中文的量是更大的 而且如果说到这样讲那简体中文的资讯 对台湾的部分未必完完全正确 假设有些领域或者怎么样的话 那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就应该要属于自己的国家的一些相关的资讯 自己的AI的模型 这个不止对台湾 其实对全世界很多国家都一样 就是说因为大家现在也在担心说 这个AI会不会形成新一波的霸权或殖民 也就是说如果这个上面90%都是英语资料 那我不会使用英语的 第一个我就很难去利用到这样的一个工具 再来就是说当大家都使用英语的话 那我这个可能处于比较小语言的这种语众也许只有几百万或几十万在使用的 将来可能就被淘汰了 这个语言就不存在了 所以就变成说在AI怎么样去推行到全世界带来大家的便利的过程当中 以个别在地第一个是说你要去使用这个AI的正确性 你还是要有自己的这个语言资料去做训练 再来是说也确保是说在这个AI全球风行的情况之下不要因此就你这个语言消失掉了 这个是现在在谈的这个主权AI 所以台湾现在其实在国科会底下有一家台德的计划 也在类似的概念就是我们其实用繁体中文去训练这个资料出来 它比较接近就是我们将来用这个繁体中文去下这个prompt 得到一个正确的资料 那同时是说你做这个资料的运算 最好这个所谓的这个伺服器或者这个云端其实也在台湾哦 那云棉论这个资料都是放在国外 将来有安全性外泄的这些问题 对 所以一个就是本身这个语言强势与否的问题啦 就强势语言的话呢在目前我们讲到的这个ChatGPT 这样那个大规模的语言生成模型里面就占比较大的优势 所以当你去抓到的资料给出来的答案就会比较不一样 那一个就是刚才讲到安全性的问题 因为如果说我们要训练它 那我们要为它很多资料 那这个资料很可能 如果说我们为到一个 不属于我们自己国家的独有的资料 我们会担心我们资料外泄吧 我看到很多企业跟国家是担心这一部分 特别是如果你没有能力去做这个 这个所谓的运算跟将来的这个储存的话 如果放在国外那举个例子来讲 因为上礼拜发生了这个 微软 微软的这个事 上档机 对因为它有一家供应商叫Cloudstrike这家公司 在做更新的时候出了一点小问题 所以导致所有的这个用无人的云端的用户 有一部分其实它是没有办法去使用 是是是 等一下我随便打个岔 它说是一个小问题我也觉得很奇怪 光是例行的更新 为什么会突然间卡在那个地方啊 它其实因为这样这个这个Cloudstrike的软体 虽然说它不是一个太大的软体 但它在多数的这个使用上都会有 那它因为更新的时候就是说新的没有上但旧的其实已经换掉 所以在那个时候它处于是真空状态没有办法使用 对就是它有点像是说我们现在如果有一个同事可能调职 那这个同事可能已经调到台中去了 但本来说要补他的人是今天要来报到就今天没来 你这个位置上自然是空的就今天就不会这个就不会有人办公了 对 OK是这个意思 OK好所以你刚刚讲说 所以就说如果像这样的 大家也在担心说如果把这些资料都交给这些大的云端厂商 你有可能会碰到万一它不一定是恶意的 有些时候也不是它的问题是它的供应商的问题 但就会产生一个这么大的不方便 有很多航空公司的航班因此被取消 很多的旅客它的行程因此受到影响 就是说那这样的事情我们怎么去减少 那这个其实也回到就是说那在我们谈主权AI的过程当中 其实从前端到后端这个都是你需要去注意 而且可能需要用政府的力量 所以才谈到所谓的主权AI 这个不是完全交给民间商业行为去解决的 OKOK所以这个主权就国家主权的概念 国家主权的概念 所以等于是以国家用国家出来做装 然后呢去训练一套是属于这个国家自己本身 你可能去训练这个模型 然后也把很多资料往里面丢就是了 对它由国家来牵头 那有可能是民间的业者可以进来在里面去做 某些的工作的这个认领或者配合 对但像这么大的计划大概民间自己不会有 因为它不一定能产生商业的行为 而且坦白讲我觉得就企业来说 所谓的商人无祖国 它可能它可能不会去在乎这个东西会不会伤害到国家机密 会不会涉及到主权的侵害 它可能觉得生意能够做别的市场比较大 不会的市场比较好它也就过去了 这个无可厚非因为它要负责对象是股东嘛 不是社会大众 但对政府来讲它要对社会大众负责 所以这个是它必须要相应有规划跟动作的 OK好所以这边讲到就是说不管是个人企业 这个大家做在封AI的同时这个事实上对黄仁勋来说 当然丢出来这个概念背后也隐藏了非常大的商机吧 如果所有的国家都做自己的主权AI 那都需要黄仁勋的这个伺服器的话 那当然它这个饼这个越做越大越做越大 那不过事实上当然它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必要性 所以当全球都在封AI的时候难免就有所谓的飘AI的状况发生 又所谓的AI agent出现了 什么是AI代理人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好回到蓝轩时间 就是和现场邀请到的数位时代的总编辑王志仁来聊天 好我们聊的是呢 这个这一期的数位时代 那里面的话呢 当然我要替它脑补一下最新的AI 这个相关的一些话题以及一些名词 好所以我们刚才讲的主权AI 那现在讲到要这个因为就是飘AI 我真的觉得最近蛮多这个事情发生的 我看你们里面也举了一些例子嘛 比方说像亚马逊 亚马逊的话它不是有那种它号称无人商店 那就进去之后 然后你拿东西它就自动靠这个sensor 这个监视器就拍了照之后 它就后端干嘛干嘛的 总而言之你就可以这个直接刷什么东西 就出去了就完全结账 就后来被人家踢爆说背后其实是有人的 它不是真的无人商店 所以到底AI是真是假 它宣称AI现在几乎你去看所有东西都跟你说 它中间有用到AI 好像这样听起来的话呢 它就会收你多一点钱 还是说呢因为这样关系它的形象 就会觉得比较时髦一点 比较高大上 有跟得上时代的那个 好所以目前状况到底怎么样 我们去分辨 我们现在谈这个所谓的 朴AI这个跟之前谈所谓朴绿 Greenwash从这个概念来的 因为现在基本上你必须言必称AI 那我们首先看到是说有非常多的新创公司 它现在去募资 或者对外介绍说它一定要想办法跟AI扯上关系 比如说第一个我可能公司名字要叫某某AI 对对对对对很多要改名 对 我看很多学校连一科系都已经开始写AI上去了 我觉得这个有没有有点点 而且现在大学以前在我念大学的时候 大一要学计算机概论 现在都叫AI概论 真的吗 但其实东西可能百分之五六十是差不多了 大概新加了一些比较新的东西 这样比较容易招生 比较容易招生 然后或者说可能将来这个学生的履历去求职的时候 雇主看你有上过AI上过课程 真的 那这个现在等于是说全民都在封AI 那我们看到就是除了这些之外 当然很多的企业 现在比如说我要去想办法卖产品给我的客户 那我也要想办法说我的这个产品里面 也有AI的成分在这里头 相对来讲那客户会觉得这个东西比较 科技感比较高 好像这个东西比较能够跟上时代 那特别是有很多的经营者或者是企业高管 现在有普遍的AI焦虑 就外面谈这么多这么热 然后全世界每天都有新的消息出来 好像我没有跟上这件事情 我就落伍了 那最快的一件事是什么 那我第一个我可能找顾问进来上课 第二个可能我在采购某些我需要用的这个软体或系统的时候 我去找这个供应商本身是带有AI的成分或元素在里面的 那这个当然就是说也无可厚非 就是说可能去缓解或者相对来讲去降低他的这个焦虑感 那这个也形成就变成是说多数的这些供应商现在要想办法所谓的嫖AI 所以你必须要想办法把你的这个从公司的名字到你的产品的内容 到你可能背后用哪些技术这个东西都要去跟AI扯上关系 但问题在于说是不是所有的公司都可以这么的有那么多的资源 跟真正正确的认识而且真的需要用到AI也未必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局面就变得有点像是有一方拼命的在嫖AI 但是呢嫖了以后中间就真真假假虚虚实实 所以呢另外一方面就变成你如果是属于买家或者你是消费者 你就得要去辨识他到底是真AI还是假AI不是吗 这个当然辨识不容易了 不容易 这个里面也看到有一些确实是为了AI而AI 就像主持人刚才举例那个亚马逊的商店 对啊 就是说后来他其实现在取消了 因为一开始想说很方便 因为客人从进去到出来结账都不需要经过店员的 那你不知道你拿了哪一些货品 那个扫描器会照到 比如这个东西多少钱 会自动最后统计在你离开的时候 就直接跟你的信用卡串联 我也觉得合理那为什么做不到啊 但是这个技术本身就是那个店你要做这样的投资 其实是没有办法回本 所以就变成说除非是你能够 成本问题 你能够大范围的去做这样的一个 对 但你同样会碰到说 如果这个客人他其实之前没有在你这边见资料 他进来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辨识他 所以到时候你结账 你怎么知道连到谁的信用卡上面去呢 所以他是第一次来购物就没有办法 对那如果说我存心就是去里面要白拿的话 对那我进去之后 第一个他没有办法辨识我是谁 然后我就把东西拿走 所以他存在有很多的一些 当然他这样的尝试还是需要鼓励了 嗯 因为你毕竟得有人跨出第一步嘛 是啊 但是你还是要回到社会的大家的这种期待 所以有些时候就是说 他不一定是最新科技的东西 他就可以在那个当下得到普遍 反正我们现在看到的时候 比较多像你在餐厅里面的 比如送餐机器人 他其实很简单对他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技术在里面 那现在很多餐厅因为找不到人 嗯 所以就比如说用了这个送餐机器人 对那比如说你到这个像麦当劳去点餐 现在有很多的有种自助点餐的这个方式 嗯没错 那这个当然也节省了很多的他的电源的工作量 嗯 这个里面也没有太复杂的高科技 因为你点完你要嘛就自己刷信用卡 又或者说你拿这个单直接到柜台去结账 嗯 但他省掉的是这个柜台的原理 所以很多时候就说他不一定是最新科技的东西 嗯 一定可以在当下 那亚马逊那个观点就是会那样的做法 也许再过几年之后 会有机会再回来 但起码在目前来说他并不是一个最适合的 最适合的 还有各方面的并不是技术本身的问题 而可能是一些我们刚刚讲成本啊管理啊 等等的问题 还有消费人使用习惯的问题 就像我前段时间我出国去 我后来发现大家都喜欢用那种快速通关 嗯 因为快速通关的关系 所以那边排杯排的很很长 到最后我就发现呢 原本的海关就跟我招手 对就直接拿护照过去比较快 然后就去我过去说我好快 我比起呢这个AI啊 这个这个辨识自动化更快 所以我觉得当 我觉得现在就是处于那种 人工跟AI的过度交替期 所以呢我觉得好好好忙乱 你也可以手动 你也可以这个自动 你也可以这个AI辨识 搞得大家呢这个 我觉得更忙碌 好但回过头来我们刚刚讲到 所以现在就让大家知道 有这个朴AI的状况 那另外的话就是说除了朴AI 那如果你真心的想要去发展AI 好像也不是说所有的东西就会显得很繁杂 所以就会出现所谓的AI代理 AI Agent这个工作 这个工作它到底是在统合什么事情 对那当然比较简单是说 呃其实像黄仁勋或者其实很多的这个AI专家都提到 AI代理或AI助理这件事情哦 那你像比如说微软它的产品叫co-pilot 就是等于是你开飞机的时候 有个副驾驶坐旁边哦 那或者说像Google叫Gemini双子星 就是你相当你有一颗星 还有另外一个绕着你这样子啊 就是它来协助你的概念哦 那目前来看其实我们在工厂的生产线 其实已经有所谓的数位软身 就是每一个物件 其实你都被贴了一个标签 它可以传送讯号到后台 所以即便人不在现场 我在后台去管理 我都知道这个产品现在已经进到哪一块 它是在组装呢 它已经在做这个品质检测 这个我们叫所谓数位软身 那也是啊目前来讲就是说 没有生命的这些产品 它其实已经开始进行 它也是一个数位代理的概念 所以将来就变成我们真人 就呃人本身是不是可以有一些数位的这个分身 可以来协助你 是这个意思吗 是这个意思对 哦 所以那当然就是说第一个 呃就是 那有个电影是这样子演的啊 后来我以后出去上班的都是我的代理人 都是你的代理人 哈哈 所以以后可能有好几个兰轩 可以同时主持节目的概念 对 那我真的我世上在家里面是这个意思 是类似那你当然就可以去监看说 那这几个有没有现在讲错话的 所以我真人竟然要补充的 对 真的 所以它其实是本意是希望能够去放大 这个所谓的就是 是工作者的生产力 嗯 或者想办法让你可以比较轻松去做好 你手边原本的这些工作 对 那这个这个概念 当然现在就是说 它还是有一些步骤要持续去进行了 嗯 那数位分身这个还是存在电脑里面的 嗯 那再来就会有所谓的机器人 AI机器人的概念 就是照实体它可以帮助你 比如说 可能在家里帮你扫地 啊 或者可能比如说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洗衣机 可能就是最早期的这个机器人的概念 你可以帮忙做一些家务的工作的 对 是 那再下一步就是说 那这个里面将来是不是可以再产生有一些 可以做一些简单的照护的 嗯 或者在生产线里面去帮忙搬一些比较重的一些东西 嗯 对 嗯 那这个就变成说从虚拟的在电脑里面可以帮助我们去做好 啊 现实啊不就是 就虚拟工作的这个工作的实体的机器人其实现在有两种 对 所以电脑里面有在举例就是说像 这几年有所谓的对话机器人 确霸 对 概念它其实也是用AI的技术 嗯 那比如说你可以用问的它用文字回答你 会接下来你可以用口说的它用语言来回答你 嗯 有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问题的东西 那将来可能这个可以越来越复杂 嗯 这个也可以成为一种所谓的呃对话机器人来成为一个老师 嗯 在概念去教一些可能也许学龄间的 嗯 儿童或者也许小学生 对 嗯嗯 OK好 所以我们休息再回来 这就进到呢 数学时代另外一个专题了啊 他讲到就是说呢 接下来因为像日本就大缺工 他们就举日本为例 坦白讲不止日本大缺工啊 全世界都大缺工 台湾也大缺工 所以呢我们的缺工呢本来就已经很缺了 现在呢日本韩国都要跟我们抢 我们就更缺了 抢不过他们 所以呢那现在日本的大缺工 现在怎么办呢 他们引进的外劳人数越来越多 给予呢这个呃 技术移工的条件越来越宽越来越优渥 呃但是事实上还不够 所以他们打算的去引进更多的人型机器人 所以未来的人型机器人就包括马斯克 前几天还在讲 说他大概在明年吧 他们就会要呃真正要开始就是会生产 真正的呃这个第一批的人型机器人 而且会开始去运用他们 到底呢这个马上就可以可以看得到的 在我们眼前的人型机器人 他会扮演哪些角色 对于目前我们的缺工状况 因为最近台湾还打算进印度人嘛 对不对 印度一的移工 那呃 接下来会不会有更多的 事上台湾自己的硬体很厉害 是有更多的人型机器人 会在我们生活当中出现 去顶一顶 哦那些呢 找不到的人呢 马上回来 好回到蓝宣时间啊这个一样的是礼拜一的单元 我们在讲的是科技趋势啊 所以现场跟我们聊天的 是世卫时代的总编辑王志仁 好那么就聊聊呃你们做的另外一个专题是讲到日本的大缺工啊 所以呢呃日本大缺工的状况很很严重对我 我看到他们用的移工人数真的很多哎 他现在移工已经超过200万人了 对啊估计是说接下来还缺400万哦对哦那所以他的首将岸田文雄已经讲到日本现在已经处于社会正常运作的边缘 一直都快要不能正常运作了对对对对对我觉得好可怕 因为呢在亚洲是让你可以讲全世界呃日本是一个高龄化的速度最快的一个国家 紧跟在后的事实上是台湾 所以如果说日本已经到了一个类似社会正常运作的悬崖边 因此他们呢呃采取紧急措施要大量的去呃这个 嗯等于是接收一些呢外来的移民的话那台湾呢 所以我真的觉得你们做这个题目的时间点呃很很很重要很差 就是对台湾来说有很大的警示作用 对因为台湾是明年就2025年我们预计就是65岁以上人口会占超过20%了 就到达20% 这个在定义上称为所谓的呃超高龄社会 那日本是早就过了这个了对日本现在是属于超超高龄社会 预计到2030年有可能会大概到占30%就是65岁以上人口 嗯那这个当然就变成说呃整个社会他其实少子化成情况跟台湾差不多 当然台湾更严重一点了嗯那高龄化其实比台湾他的平均年龄是比台湾要高 嗯所以你现在碰到是说那如果这些已经在工作他碰到这个借零退休 然后新生的又补充不上来那自然就发生这样的问题 对啊是啊所以像去年其实有几个例子就是说像台湾有旅游团到日本去 后来发现哎这个旅游团很多但找不到游览车司机啊对对 那以及说日本现在他有很多的便利超商其实发现说那其实找不到店员 所以这个店长就变成说一个人他可能24小时不是一天他可能要撑好几天哦 到后来太累没办法之后就是说自己可能在半夜的时候要要宣布说这个时候是不营业他得要休息 实际上说24小时不打烊的便利商店这个时代已经慢慢要过去了的意思 因为他找不到人他没有办法24小时营业了 对嗯 那当他们现在解决方案是说第一个我想办法让这些所谓的啊就是高龄人口继续再回到职场 继续工作那这个是相对一种补充那第二个是我从外外国引入嗯 那现在当然在日本大概最多的是这个所谓越南籍的这些移工他们去帮忙承担了这个社会里面有很多这样子比较基础的这些工作嗯 那再来就是说他们也想办法利用一些科技嗯 比如像刚才提到的这个便利店像日本有很大的便利店系统叫罗森哦 嗯我知道罗森就是那个因为我去爬富士山嘛哦 呃前段时间的新闻不是说大家都在罗森前面要拍那个富士山 逼的那个罗森前面拉起了黑幕 所以我们这一次进口而特别去拍那个便利商店 我说你干嘛拍便利商店啊 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大家几在门口拍富士山 对他可能之所以那样的原因是因为他可能电源也不够哦 啊所以他们现在做的是说在这种所谓的离风的时间就像可能是凌晨 比如说一点到五点这个嗯 他店里面就没有电源他用一个类似像这种看板的吼 他是远端其实有人对他可能当地找不到人了 所以远端比如说愿意来 是真人 远端有个真人 对所以你如果客人到这个店里面 他需要协助或者最后结账 其实远端这人可以帮忙 比如你有问题他可以回答你 但现场是没有人的 可是远端可以帮忙结账吗 远端会告诉你 他其实一样就自己去刷那个卡 自己刷那个卡 对对对 但他比如说他 有些可能是长辈 也许他有一些问题 他还是需要有一些人 给他一些指示的 但是这种就他想到的是说 我如果在地找不到人 我可不是到比较远的地方 有人愿意用远端来工作的 所以想尽各种办法 就是去解决他现在这个缺工的问题 OKOKOK 所以这是一个方法 就是在萤幕上面有真人 然后他可能可以同时看好多个monitor 你刚刚这样讲 我想起来那个中国大陆最近有一个 无关是哪一家无人车 他们也说被踢爆说 并不是真正的无人是远端 但他那远端的说法 我觉得是对的 就是他在你安全出问题的时候 他可以出面来介入 出面来处理 他一个人可以开一百个萤幕 所以对于日本便利商店来说 搞不好他半夜三间可以开一百个萤幕 然后就回答一百个 他可能不晓得哪些偏箱的这些商店当中的问题 对可能这样的无人商店 比我们前面谈的亚马逊那个其实来得更适合现在这个情境 就是说你有问题还是可以有人解答 但是如果你没有问题反正你就自己去结账 对就是那这样的话就是说 以目前来看就是他这个缺工的这个问题 用各种方式在想办法处理 那这个其实给台湾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的借进 说我们大概明年之后 也会碰到这些问题其实越来越严重 是啊是啊是啊 我自己也觉得我们对于抢移工这件事情 我们的动作似乎有点 我们一直很慢 对对我们真的很不激进 因为现在日本跟韩国技术太多太多的优惠措施了 那尤其是一些技术移工 那现在连南岭的移工 然后呢就是包括你什么签证啊 这个可以停留的时间啦 等等是连薪资啦 宿舍啦都给很多的方便 所以对台湾来说的话呢 要不然如果说我们真的移民 移工这个事情开放的慢 抢的抢不过人家 那不然我们的人型机器人就要快一点 对有可能吗 当然将来这些人型机器人 有很大还是会在台湾生产了 对呀 那就像台湾生产这些伺服器 或者什么现在讲的AIPC 或者AI手机 所以台湾还是一个硬体制造的一个中心 从晶片到系统 那但是我们在应用上面 一直是属于比较中后段的 这生产制造做供应商是很厉害 但你在自己本身应用这一块是比较慢的 但是这个有可能超高龄社会这件事情 会加快台湾你应用要成为前段班 因为你毕竟有这么多的这个人力缺口 你怎么去解决 对好 那如果说我们这边可以 因为我们的生产技术那么的好 在这一次有关人型机器人 面对大缺工潮 那么一个时代来临的时候 站在比较前面的话 有哪些部分可以先应用上 我们休学了再回来 好回到联讯时间继续和现场邀请到的数位时代的总编辑王志仁来聊天啊 我们再聊聊呢目前的这个AI最新的发展 那我们刚刚讲到的现在这个时间或许是正逢时吧 正逢时啊正逢时啊正逢时啊一个政治人物的名字啊 我一定是说AI生正逢时啊这个出现的正逢时 是因为大缺工潮啊就包括我们刚讲到的这个手指化越来越严重 那高龄化好可能缺乏生产力 那当然了呃未必高龄化就缺乏生产力啊 所以呢我们的立法院在这次的新会期 也才刚刚通过把这个65岁强制退休呢给松绑 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想要继续工作 你也愿意继续工作 你也还能继续工作的话 那欢迎高龄的朋友呢留在职场上啊 那但是的话呢这样子的人能够有多少 而且他的呃工作的形态可能要重新被设计 所以我们这个节目当中也讲过非常多次了 职务在设计这件事情对于高龄化社会来说非常重要 可能高龄者可能就不适合做太多劳力的出众的占很久的工作 他可能包括上班时间跟上班的时数都有所改变等等了 那我想这个部分是很重要啊要去思考 那如果说呢真的高龄者没办法补充这个生产力 那移工也还来不及的话 那么人性机器人有没有办法啊 所以哪些部分在你们在产业的最前线来看 他是最可能马上能够补上这个人力的 对我们现在看人性机器人大概分两种 一种叫工业机器人 一种叫服务机器人 那工业机器人当然顾名思义 他用在生产线是比较多的 机器手备已经都有很多了 机器手备或者说他搬运这些物料 或者说他是去呃做一些生产线里面可能有一些呃 产品完成之后是要去检查的这个工作哦 对那这个就变成说现在的很多工厂因为自动化程度高 我们都称为叫关灯工厂的 因为你没有一个真人在在生产线上 所以你就不需要开灯 所以他是可以24小时可以可以工作 因为如果是有工人的话以前还有可能是两班或三班 对那现在基本上就是他他就是一班三百六十五天 那也挺省电的嘛 虽然我们讲AI很耗电 但是机器人如果来工作就很省电 就能够照明的电子可以省了 照明的电子可以省了 那那这个是一类 当然这个部分其实持续还在开发更多的 因为你希望他能够承担更多的一些重要的工作哦 嗯那服务类机器人的话就变成说其实有一些像 我们现在看到就是比如餐厅里面送餐的哦 嗯那或者说有一些可能旅馆里面就是说他帮你 你点东西之后他帮你送到你的楼层 啊有有有 然后比如他会按电梯 对他会按电梯然后他会到这个门口来 那甚至就是说有些简单的 像有点像kiosk的这种 但是他长得像人的样子 让你觉得比较亲切你有一些问题 你可以用查询的或者你用嘴巴讲他可以用回答的 对那这个我们称呼叫所谓的服务机器人哦 那这两类其实都会都会越来越多 因为就你会发现说不管是在一般的饭店旅馆 他其实在找员工也越难了 嗯那当服务类机器人可能大家会期待比较多 这将来你可以进屋去打扫的 或者就换换床单的 因为现在其实这一类的服务员是非常难找的 对很多的饭店说他明明有房间 那没有办法开那么多房 因为他没有足够的人力去做维护 对对对 可是要到机器人可以换床单 这个是一个设想 现在这个技术是不是有点难 有点难 嗯嗯他的技术到底在哪里 其实对机器人来讲就是那个手指的运动 这个是最难的 那就是说曾经有试过说他其实你坐车 你要开那个车门下车 嗯那脚要第一步站稳 就是包含那个脚脚长的那个指头的运动 跟手的那个指头运动 不然这个机器人去开那个门 其实这个是很复杂的动作 那现在其实也还没有真正很成熟的运用的 嗯但这个将来如果说可以突破这样的部分的话 嗯他可能换床单这件事情就变得可行 对啊但如果没有办法的话 我们刚刚讲到那么多的工作的缺工 其实好像都还是很难替代不是吗 所以就是说虽然有很多公司在调AI 但还是希望就这里面可以有一些真正拿了AI技术 去做出一些可以解决实际的问题的 特别解决缺工问题的 对而不是说你去挂一个AI的名字而已 OK比方说可以增加效率 比方说这家公司本来他可能需要三个文书作业员 他今天可能只要有一个 那加上co-pilot 他就可以去完成所有的事情 对 那当然我们现在看到比较实际的 会是说以饭店来讲 就是你可能是进来之后门口前台有个接待的 嗯 以及就是说你如果你要room service 你点了之后是由机器人帮你送到你的这个 嗯 那打扫的话可能有扫地机器人 对 换床单这个是没那么快 那个还要在 但我们看到一步一步就变成说 这个其实也也疏解了现在饭店业 很大的一个就是因为找不到人 以至于你的营业受影响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嗯嗯嗯 我觉得很多餐厅也都开始了 餐厅他虽然没有什么的机器人 他就叫你自己点餐啊 就少那个QR Code自己点 对对对对对对 不是这样这就是因为缺工底下的问题啦 好所以我相信呢有关于缺工的问题 因此结合到的人性机器人 或者机器人 呃更快的必须要上阵 而且呢他能够做的事情得要更越来越多 我想这个事情会进会会不断的发生啊 那我们刚刚讲到这个电商 其实电商在背后通常电商呃 看到的战场是一件事情 看不到的后来后面的物流跟仓储 是另外一件事情 现在像亚马逊很有名的就他们的物流仓储里面 我看都是机器人 在那边搬东西啊 堆过来堆过去什么之类的啊 所以呢这个电商大战 目前的金融物料是什么样的这个新回合 马上回来 好回到南轩时间继续和现场邀请到的 数位时代的总编辑王志仁来聊天 好那我们刚刚聊了那么多跟AI相关的话题 聊一个比较跳开AI 事实上也还是有点帮助啦 但重点在于说讲到的是电商 电商在台湾呃越来越航 我们这样的比例算高吗 用用电商刚讲百分之十一 呃其实这个还不算高 不算高吗 对因为基本上大概我们预计应该到百分之二十算是一个合理的 但我们现在离这件事大概还有五年 预计到2030年应该这个渗透率可以到百分之二十 嗯嗯嗯嗯嗯嗯嗯 ok好那所以那这这这这这这这一波的 呃这个电商的大战它是 所以我们看到是说那你现在要从这个百分之十一到百分之二十 大概会多出四千两百亿的这个市场规模出来 那这个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哦 因为现在其实电商已经是刀刀见血 大家竞争到非常白热化的一个阶段哦 嗯嗯那什么样的一个形态最有可能在这个四千两百亿新出 哎呃台湾现在目前属于本土的是 PC Home Momo 东森 对 还有吗 呃其他的大概就是一些 比如说在就是外面 就是有一些开店平台的对 开店平台的对 所以我们现在看就是说刚才其实主持人举的这些例子我们都称为叫做B2C B2C B2C B2C意思是说我是一个电商的业者我去跟这些品牌商买货进来 嗯我直接卖给消费者 对嗯它有点像就是说你现在去这个 加勒福或万克隆 万克隆已经被收购就加勒福或全家 嗯去买东西其实它里面的蔬菜水果或者生鲜用品这些是它去跟厂商采购进来 嗯 所以它比如说呃全联它是直接卖给这些消费者 对对 所以这个我们叫B2C 对 那现在有一类是说它像叫做我们称为叫所谓的B2C直营 就是品牌直营啊它在一个电商平台上面啊那这个概念有类是像我们一般熟悉的百货公司 嗯嗯 百货公司业者就是说我把这种楼整整好之后出租给这些品牌来设柜 对对对对对对没错 我跟他收租金他自己卖东西给消费者是是是是对 所以现在来讲就等于说这个开店平台类似这种百货公司的业务在全世界来讲嗯都发展的非常的快 嗯因为就不再是说我品牌商我单独把货卖给这些什么某某PC Home 嗯就是我也可以去开我自己的店 对但我不需要去处理后面这些所谓的呃物流仓储金流这些复杂的事情 这个现在有个专业第三方来已经帮我处理好这个事情 嗯嗯嗯嗯那我们现在不是也有也有这样子的形态吗 对嗯嗯所以就说呃电商基本上我们大概看有三个阶段哦 就是说所谓的最最早是叫我们C2C 嗯嗯就就有点像是我们现在在那个花博的这个呃广场上面就是有市集然后有摊商来摆位 嗯然后有很多自己家里种菜就拿到这里来卖 没错啊嗯就是说所谓的这些小商贩卖给这些消费者我们称为叫C2C 嗯哼那第二阶段他也是直营嘛他也是直营 只是他小一点他很小所以现在这个意思的规模大一点是这个意思 对对哦那那个我们就称为说他因为他本身也是消费者 他等于是消费者手上有货卖给其他消费者的意思 对那到第二阶段就变成到到所谓的商店就品啊就是这个电商的业者自己直营就像某某PG用这种 嗯嗯那第三阶段现在就是说有人专门帮你把这个百货公司盖好 哦让你品牌商进来这里设柜OK那所以就是百货公司或者说像这种大卖场 或者说在这个呃广场上市集摆摊嗯这三种其实都存在嗯所以现在对品牌商来讲就是说他其实不是选一个就放弃其他两个嗯现在他也可以有综合 比如说那这三个我都要或者三个我选两个嗯嗯去开这个店我可以有自己的直营店在平台上啊啊 或者我也可以卖货给这大的店家让他去帮我卖 或者我有一些可能限量特殊的产品给这些小的这些商贩 让他去卖给消费者对所以等于说在电商的开店 策略来讲就很多的不同的排列组合嗯的情况产生嗯OK所以假设就好假设我成了书节卫生纸五月花卫生纸那我就是我可以上 嗯某某卖给他让他去卖 我也可以直接在里面开一家书节五月花的店我直接买给消费者对然后我也可以去 可能找一些比如说对就是说你可能这书节五月花你如果假设你可以做一些比较有限量的或者有有图案的嗯好玩的这种的对嗯那你可能对消费者来讲我可能买这个卫生纸不是回去使用可能是回去做一个收藏的哦这个也有可能或者说他他也可以使用但这里面有啊我开会以前卫生纸印钞票的不是吗 类似哈哈哈这个他拿是插屁股好像怪怪的哈哈 就是说那这种的话他可能他的量不会大你就不会去走到一般的这种就是到大的量饭店去啊有可能就到一些比较特殊的卖因为他单价比较高嘛对但他量比较少对啊所以这就是目前你们观察到的就是目前开店平台就是越来越多 因为你除了台湾像本土的现在MOMO他有MOMO店家吗嗯那像Pcheon他以前有这个露天跟市集对他其实也是让这个第三方的店家来这里开店的啊那本本地现在还有像91APP他就他没有自己的这个卖的他是专门开店让品牌来这边经营的嗯那同时国外的我们来看就是说有像加拿大的嗯这个shopify 香港shopline以及像亚马逊本身其实他除了卖货给消费者之外他也提供开店的让品牌方来这里嗯嗯可以开自己的店利用亚马逊的这个后端的设施嗯物流金流仓储去卖给消费者嗯所以现在就变成说你自己买货卖以及你跟品牌合作让他来这里开嗯这个是同时现在在进行的嗯而且嗯现在看起来这个我们称为所谓D2C嗯就是你平台让品牌店来这边做直营的 嗯现在会是越来越大的一个生意嗯它就有点像在实体世界里面我们也的确是比较常去逛嗯比较少去逛只我们就比较常去逛什么大卖场啊百货公司因为你去一个地方你可以把所有的品牌全部都对看看观光不是吗啊对那当然你也会可能街边店有那种品牌自己直营的也小小的你路过的时候会看到但是对对对对当你要买某一个东西你到百货公司去他可能这个楼层都是这个类型的专柜没错没错你比较可以尤其很多人大家喜欢那个 这个比价有没有对对货比参加不吃亏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去那边比否则除非你有一个特别喜欢的爱店嗯你才会想说啊我就直接去他的起店店对对所以对品牌方来讲就是说我也可能开这个街边店嗯我也可能在百货公司设柜嗯对那偶尔可能有市集的时候我有一些特殊的产品我也到那边去有一个探子就参加什么1111特外会的时候类似像这样对嗯所以他们等于是品牌商家的选择的通路也多了对那对消费者来说呢 那就更方便了就说因为他虽然是同一个品牌的产品但他可能是有不同的一些侧重嗯那甚至有一些不同的价格策略 对所以你比如说你想要买最便宜的嗯你可能就到那些大的店家上面去了嗯嗯某某PC Home嗯但是啊我可能要买一些限量的嗯我可能要不到品牌直营店或者说到他合作的这些小的卖家手上去对OK这样的OK好所以呢这边呢预估在五年之内会有4000亿的大饼啊所以呢看起来电商呢又来一阵厮杀但我想呢受利啊受益最多的应该还是消费者了好非常谢谢王志伟 先到我们的心团来跟我们聊天谢谢好谢谢主持人谢谢拜拜